第二輪資格賽請準備 第一個提示 請再五秒 違反校規 還沒有有什麼問題嗎 你才看了一秒鐘不到 違反校規所以怎麼樣 教官 記過 記過答對沒有 答對 好厲害喔 好快 恭喜韓寧 請再來九個孤女賽 韓寧同學 太特別 已經有四分鐘的答題時間 第一次來 你好好感受一下 尤其自己親自解鎖 看到你自己跟你有相關的題目 然後一個一個題目的跳出來 好 來 請公布 第一題 返校秀學號 在返校這個戲裡面 你演芳瑞欣 結牙又撇步 牙醫系畢業 是家人的刷牙老師 是 好 跳舞動起來 她是捷舞老師 鋼琴高翻輩 學了五年了 張艾玲經典 最愛張艾玲 尤其是半生園 植物生蠔味 群是喜歡椒花 也最喜歡吃生蠔 我就把它組合在一起 因為你知道我們沒辦法 植花跟吃生蠔 我們放在一起 我們放放看 滿好玩的 不要笑... 他們用感情在出景點 對 海鮮 新鮮貨 喜歡到海港吃一些 現煮很老的 駕照烤多久 他烤了兩次才烤到 烤成這樣子 怎麼樣 這也是君子 不錯吧 從哪邊開始 那就從返校開始 就從返校開始 返校 秀學號請處理 我的答案是C C 請鎖定 妳早就知道了 49年 1949 1949 1949 故事發生的背景 是戒嚴的日期 1949年 你能夠38年 493856 請揭曉 好 謝謝要告訴大家 如果有來玩過 電影洞的返校的朋友 應該會知道 在這個電動裡頭 學姐芳瑞欣她的學號 是5350126 但是為什麼電影版 會改了一個學號 變成是493856呢 原因是因為開始戒嚴 是在1949年 但是歷經了38年 又56天的時間 才終於解嚴 所以就把這一串神秘數字 放到了她的學號裡頭 也要紀念這一段歷史 來 第二題 結牙 一年真的要兩次洗牙嗎 一定要嗎 半年一次嗎 對啊 一定要 不能一年洗一次 當然沒有不行 這是一個好的建議 結牙有撇步 來 請主題 正真的牙齒清潔觀念很重要 請問牙醫師最不鼓勵使用哪一種 結牙工具 A牙線 B牙線棒 C牙尖刷 我的答案是B牙線棒 你手機 可是市面上牙線棒 最受歡迎啊 因為最方便 對啊 還有夠硬 拿著夠硬 有些不夠硬的 快就斷掉 你知道要塞在卡 他真的直接卡在裡面 討厭牙線棒多感人 因為牙線棒其實是牙線的方便版 只是因為一般人非常 就不太會使用牙線 對 很難 拿著繩子 對 這樣很麻煩 但是牙線棒你想像 它就是一小段 然後你用了一整排的牙齒 它就是把細菌 再帶到另外一個牙縫 再帶到另外一個牙縫 不要這樣想 所以其實是很多細菌 妳怎麼會這樣想 其實一直都有滿多細菌的 妳在講圓 沒有 細菌 或是妳可以用很多根 就不要一根用全紅 她一個已經這麼耐用了 我還用很多根 對啊 用一點 試來拍然後用三 四根牙線棒 妳覺得這是可愛的 這樣好嗎 比較健康 這樣才健康 比較健康 比較乾淨 請揭曉 你們知道這個答案嗎 不知道 好 雖然一般我們最常使用牙線棒 但其實牙線棒 只是舊級來使用 因為畢竟它還是要替代牙線的 因為它是真的很短的一小條 所以基本上 你真的只能夠把菜喳給弄出來 但是你要做到清潔的效果 相當有限 而且如果你要更乾淨來使用它的話 其實真的要清潔一個口腔 要用到非常多支的牙線棒 好 那像是牙尖刷啊 它其實就是一個鋼絲 外面包覆了大量的這個絨毛 所以它是比較適合使用 在我們牙縫比較大 或者是一些這個牙齒的 三角區域的位置 伸進去稍微做一點這個清潔 所以基本上最好的做法 還是用牙線 再來是使用牙尖刷 那其實牙線棒是最不建議的 來 一萬再這樣子投了 鋼琴高分費 學鋼琴五年是 學生時期 很少 小學到國中 沒有到國中 國中就斷了 後來對 就斷了 有沒有可惜 現在回想覺得有點可惜 那時候練得很痛苦 每天都要練 對 練鋼琴還被罵 請出題 根據牛津大學教授的研究 鋼琴演奏出的高音 會讓大腦增加 對哪一種味道的感覺 A 甜味 B 鹹味 C 酸味 我的答案是 A 甜味 別鎖定 鋼琴演奏出的高音 會讓大腦增加 對甜味的感覺 就是一個感覺 因為音樂 就是它是一個很美好的感受 應該對比甜味 對大腦也一樣是 一個很好的感受的 同一個路徑吧 高音 高音不是很尖銳嗎 鋼琴 燈燈燈燈 燈燈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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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甜嗎 但是它應該不是指一個非常尖銳的 它只是那個區塊 就像合唱團的第一部 覺得要答對的舉手 你看 第一個 但我覺得 你看 王怡露 還不知道題目是什麼 厲害了 不是 我知道題目是什麼 他演出的高分配高 因為哪一個 讓你的味覺是甜是酸 只有一個 搖唇藥何以見得 如果彈一彈 就很酸這樣 很甜 很奇怪 彈一彈之後 鹹鹹 彈 是霧耶 對啊 對啊 演員就是演員 演員 演是什麼的 然後演得很紅色 好酸 對 很甜 你有敏感性牙齒 都常用牙筋刷 心理師 是 是 妳為什麼沒有舉手 妳為什麼不舉 對 因為我覺得可能是別的 也不只會是甜 鋼琴演奏出的高音 會讓大腦增加什麼 對什麼味道的感覺 因為好像聽說 就是坐飛機高空 會讓人產生苦味 所以我在想說 高音會不會 產生苦 酸 我不知道耶 就是 我覺得酸好像比較接近 梁君 我猜甜味耶 他也猜甜味 對啊 因為就是鋼琴的高音 有時候演繹一些 小鳥的聲音 就是覺得 感覺是愉快的 那這三個味覺 感覺甜是愉快的 楊穎 我絕對是酸耶 你覺得酸 你也有敏感性牙齒 因為剛剛我在我腦中想像 就是 就覺得酸酸在這邊 口水比較多對不對 對 口水都分不出來 對 就好像 彈高姐姐好像 眼影腳不喝水對不對 王一路 不要拉服務人 沒有用 我真的也是那麼學的 我剛剛一直在模擬 把自己放到那個情境 就是幻想那些 曲子 我就覺得我心有點酸酸的 嘴巴酸酸的那種感覺 小提琴 比較像酸 小提琴比較酸 小提琴 小提琴的高音好像很酸 可是要會喔 高琴的高音就沒那麼酸 每個樂器所呈現出來的效果 是不一樣的 小提琴鹹鹹的吧 都感覺會拉到流汗 那個誰 帶什麼東西 對不起 請揭曉 好棒 厲害 但是牛津大學的這個實驗 果然聽到聲音 是有機會騙過你的味覺的 因為像是聽到鋼琴所演奏出來的 高音 這也是能夠讓我們的嘴巴裡頭 感受到的甜味指數 再增加了一成之多 那麼像是銅管音樂器所演奏出來的低音 則是會讓苦味變得更苦 所以比如說你在喝咖啡 你在聽到低音的時候 其實那個苦味是更加的明顯的 那像如果在高空 它的狀態之下 會讓我們的這個鹹度的味覺 是比較失靈 所以通常我們在飛機上吃東西 會覺得比較味乳腳辣 比較沒有味道一些 其實都是跟你當下所處的環境 濕度跟聽到的聲音都有關係 來 第四題 妳有養植物 有 我的房間有 妳養的是什麼植物 都是香草類的植物 香草像羅斯瑪莉這種的 對啊 百里香 蜜蝶香 薄荷 薰草等等 他喜歡椒花 他喜歡吃生蠔 為什麼這兩件事情 會變成同一個事情 來 請助理 有些花朵不只能夠裝飾 也能夠作為食材 運用在餐點當中 請問下列哪一種花 吃起來有生蠔的味道 A 琉璃菌 B 起草花 C 三色錦 阿滋 生蠔味 我也吃過三色錦才行吧 我吃過三錦 沒有吃過三色錦 太難了 我的答案是C 三色錦 請鎖定 來 我剛剛開玩笑的 因為其實我好像只知道 三色錦耶 另外兩種花 我沒有... 現在腦海中沒有花 琉璃菊應該就是 那種萵具類的嗎 我真的是有點用猜 一個知覺 妳不應該告訴他們 妳喜歡椒花 又喜歡吃生蠔 對啊 真的太厲害了 出題的 真的太多耶 我只知道什麼會有 魷魚絲 吃魷魚絲一把 咀嚼到快要吞咽之前 配紅酒 在嘴巴裡轉一下 吞咽下去 一起吞咽下去之後 上來的味道 滿滿的生蠔 真的假的 我是都沒有咀嚼是不是 吃太快都會說鐵修味 還是妳的魷魚比較高級 魷魚 真的啦 一字怎麼鐵修味 請揭曉 是不是要結束這一切了 好難喔 今天答案是琉璃菊 好 其實我們剛剛 在選項當中要告訴大家 像是三色景 它其實也會入菜 那主要是這花長得漂亮 看起來可以擺盤精美 但是本身吃起來 沒有什麼味道 而另外呢 其實在陸陸菜當中 也很常會有的金蓮花 吃起來是有芥末的味道 不過呢 我們所說到這個琉璃菊 它的花呢 長的花形 是星星狀的 除此之外呢 它的葉子上面 有細小的絨毛 你可以先用鹽巴呢 稍微把它的絨毛去除掉之後 吃這個葉子喔 到口中呢 吃起來 它真的就會有生蠔的味道 很像是用生蠔 做出來的分子料理 相當令老饕驚喜 沒有空手回家的 今天帶個禮物走 來 送我們 好 我們要送給韓寧的是 JLS Workman 3 工匠系列 藍牙喇叭 立體聲道設計 音域廣闊 高音晴晰 造就不同的空間感受 細膩技術網罩搭配著木紋 鋁合金支架 展現獨一無二的藝術美學 希望你喜歡好不好 謝謝 謝謝 來 繼續 下一回就準備 全民心動略 模範生招募中 加入會員 讓你有鍛鍊籌碼的機會 在社會走跳 總要有一兩個抑制題目 放口袋裡面 聚會聊天破冰 都是很好的幫手 不要再考慮了 按下訂閱的頻道 加上小鈴鐺 全民心動略 趕快來訂閱喔 下時可以還有 加上小鈴鐺 總要快點 按下小鈴鐺 也行